而發生在臺北市大安區 有一位女子帶著孩子去看診 離開之後 一旁有民眾就上前提醒說 發現剛剛有男子隔著玻璃 偷拍他與孩子 而疑似偷拍的男子面對詢問 他不解釋 直接開流 最後因為跌倒 才交出了手機 警方檢查手機沒有拍到私密照片影片 最終只能放他離開 我跟你講 你現在在這邊 裡面我們會登記 兩名員警在七樓下 將男子團團圍住 嚴肅警告 再做了 再被報的是 那為什麼沒有我就不知道了 只見他神情緊張 乖乖聽員警訊話 不敢反駁 但這一次不是他第一次偷拍 事情發生在七號中午 柯姓女子帶孩子去看醫生 沒想到卻遇上恐怖經歷 離開診所後 一旁民眾提醒女子 有男子偷拍他跟孩子 女子急忙叫老公上前詢問 沒想到男子不僅不解釋 還立刻開流 最終不慎跌倒 逼不得已才交出手機 但員警在手機裡沒找到私密照片 影片證據不足之下 也只好讓男子離開 統計少年性剝削條例 如果拍攝的對象是涉及到這樣子的兒童或是少年的話 是有加重規定的 最重可以處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如果你在現場發現證據確鑿了 然後偷拍犯刑已經明確的話 這時候應該要尋求警方協助 切勿直接叫犯嫌把相機 手機或是記憶卡裡面的影片刪除 這樣會無法保全證據 雖然男子因為沒有實質證據躲過制裁 但民眾還是指判相關單位能多加思考 該如何保障富有安全 記者王君 沈家明 台北採訪報導